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环保署根据2018年进行的大型公众调查 估计超过100万名市民在过去一年内 曾经受到住宅装修噪音滋扰 新来装修期间多数会用到传统撞击式工具 例如电炮和撞击钻 这些装修工具在使用期间会产生极大噪音 最高水平更加达到80分倍 严重影响邻近的住户 环保署建议修定噪音管制条例 减少装修噪音带来的影响 建议主要加强管制撞击式的装修工具 包括禁止住宅装修时使用10公斤以上的电炮 而10公斤以下的电炮 环保署就建议引入情报机制 等邻近居民可以掌握装修单位的电炮使用时间 预早规划活动将影响减至最低 而撞击钻也是今次建议规管的装修工具之一 修订噪音管制条例的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详情可以参与环保署的咨询文件或网站 欢迎透过邮寄、全真、电邮或电子表格 提出你的意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